阿们阿里路亚 求主联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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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莫西和以色列人向耶和华唱了这首歌说 我要向耶和华歌唱 因为他已荣耀的获胜 他将战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 耶和华是我的力量 我的诗歌也成了我的拯救 他是我的神 我要赞美他 他是我父的神 我要尊重他 耶和华是战士 他的命是耶和华 法老的战车和军队耶和华都已跑入海中 他特选的冠杖都沉入红海之中 波桃烟灭了他们 他们好像石头追到深海 耶和华啊 你的右手施展能力 有限出荣耀 你的右手击碎了仇敌 你一抹大的威荣毁灭了那些气来攻击你的人 你发出烈怒 把他们烧灭像烧残烛一样 你闭空中的气一发海水边举起成堆 洪水直立像堤坝 深海中的水凝结了在一起 丑敌说 我要追赶 我要追赶 我要分略物 我的欲望要在他们身上得到满足 我要把出道来 亲手感觉他们 你叫风一吹 海水就把他们湮灭了 他们就像前沉入大水之中 耶和华啊 晚生之中有谁向你呢 谁的荣光能像你一样令人惊奇 又实行奇迹 并记着自己的生徒的荣耀呢 你伸出右手底就吞灭了他们 你凭着慈爱领出了你所赎回的百姓 又凭着能力指引他们来到了你的绳索 外邦人听见旧碧金空 悲痛夺去了费利时的居民 那时移动的组长避讳真经 压默的勇士战战兢兢的被抓住 所有迦南居民都胆战心憨 恐惧和惊慌临到他们身上 耶和华啊 因为你大能的手臂 他们就像石头僵硬不动 直到你的百姓穿过 直到你所赎回的百姓过去 你要将他们领进去栽种在你产业的山上 耶和华啊 就是你为自己所造的住处 主啊 就是你亲手所建立的绳索 耶和华必作望 直到永永远远 法老的战马战车和骑兵都沉入海中 耶和华是海水灰流湮灭他们 唯有一色猎人在深海中走干地 亚伦的姐姐女先知米利安 手里拿着骨 所有的妇女们也拿着骨 跟着她出去唱赞歌 米利安回应说你们要歌颂耶和华 因为她已荣耀地活生 她把战马和骑马的头在海中 让我们来歌颂耶和华 因为她已荣耀地活生 随着花分海水便分开了 那深海之中就变成了干地 阳光照射在了那深藏的陆地 从而走在了那无人践踏过的道路 以一个奇迹般的经济的座位 那汹涌的海水便支离不动 法拉罗和他的战车都被烟灭了 唯有一色猎人跨过了红海 先知摩西走在他们的面前 不住地赞颂直到令他们到了西奈的旷野 那时他们唱了这首新歌赞美声说 我们要向耶和华歌唱 因为他已荣耀地活生 记着大仙之摩西的祈求 主啊求你赐予我们罪的赦免 记着上帝之牧生玛利亚的代求 主啊求你赐予我们罪的赦免 基督啊我们取悉敬拜你 与你美善的圣福和圣灵 因为你已经复活了病救赎了我们 亲爱的计划 继续 养赐 Pad and w movies 不愿 某 read Usually